自从老黄的3D系显卡强势发布之后 其真相的价格引来了无数玩家的正真欢呼 隔壁AMD的RX6000显卡自然也是压力山大 甚至还出现了未发售中降价的尴尬局面 但随着RX6000的规格逐渐明朗 大家对AMD的信心又回来了 那么下面就请跟随超级客来看看 AMD的RX6000系列显卡最近都有哪些新的消息吧 随着发布日期的日益临近RX6000的完整规格 也相继浮出了水面 据ROGAME爆料称 目前RX6000系列已经确定有三款产品 分别是RX6900、RX6800和RX6700 并包含两种显存方案 群中顶级旗舰的Navi21GPU将配备16GB显存 而次旗舰级的Navi22将采用12GB显存 架构均会采用由7nm工艺制成的RDNR 具体而言定位旗舰级的RX6900系列 预计会有5120个CU核心 配备256bit微宽的16GBGDDR6显存 TDP功耗大约在250W到350W之间 性能对标RHX3080 但售价会比3080便宜50美元 除此之外 如果功耗理想的话 其性能也有望超出3080 然后是RX6700系列 预计将配备192bit微宽的12GBGDDR6显存 光耗售价在3300元左右 而功耗和性能方面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从价格可以看出 应该是对标RTX3070 至于次旗舰RX6800系列 目前有两种说法 其一可能会搭载RX6900一致的 256bit微宽的16GBGDDR6显存 但显存频率会更低 其二是可能会搭载与RX6700一致的 192bit微宽的12GBGDDR6显存 但显存频率会更高 难不成苏妈也要学会皇室刀法了 开始展现精准的阉割技术 如果对比RTX3080的10GB显存 切出一个12GB加的显存 那就有意思了 但老黄那边在RTX3090的24GB显存 和RTX308010GB显存之间 肯定还会有20G的3080Ti 和16GB的3080Super出现 如果苏妈RX6900的性能 真的能够超过RTX3080 那么老黄直接手起刀落 切出一块也不是不行 毕竟PE刀客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现在看来如何分配显存 成为了AMD和NVIDIA 区分显卡定位的关键因素 当然RX6000系列 还有不少的技术升级 比如支持无损双A款巨尺 NanoSub Service特效 以及跟AI加速有关的NCSN 同时网友还发现 AMD在最近提交的Linux 内科补丁中 已经交了对AV1视频格式解码的支持 要知道在此之前 Intel它一个Lake 11代Core中的Iris XE核心显卡 NVIDIA RGX307显卡 甚至就连手机芯片 连发科的天机1000系列都已经支持 现在看来还不算太晚 总的来说 距离AMD RX6000系列显卡的 正式公布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 但这次面对老黄的 三零系显卡 压力确实很大 更何况 英伟达这边仍有大动作 两款显存超级加倍的RGX3080显卡 也将继续和AMD死� 但只要RX6000系列的价格更便宜 相信还会有许多消费者愿意买单的 毕竟中高端的甜品卡 才是销量的大头 除此之外 目前RGX3080显卡正在上市开卖 肩商和黄牛吵架的行为 导致很多人不满 超级客真心建议玩家们 这都是老黄的商业套路 不然二零系显卡会亏死的 都先别急着抢了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吧 一方面等着恢复正常价格 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AMD的RX6000显卡 万一到时候就真香了呢 所以大家觉得AMD 这次会YES吗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因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